-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城市超級白!大家晚安!我是城市小白Iris,你的城市初學好朋友! 今天要來和大家討論的是如何使用Github 首先我們來歡迎今日嘉賓小白學生! 哈囉!大家好!大家晚安! 哈囉!又過了一個禮拜了!天啊! 又過了一個禮拜嗎?怎麼每次都過了一個禮拜? 對啊!每次都過了一個禮拜! 因為我們就是周周路嘛! 但是其實今天有比較特別一點是我們今天就是想說要跟大家聊聊什麼是Github 對!因為我發現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性的問題對於新手來說 就是會想說如果我今天講說我學了Python,我學了JS 那我就想說那我要去哪邊使用? 就是我學這麼多我要用在哪裡呢? 或是有什麼更有趣的主題可以讓我去練習呢?對不對? 我們通常就是我們既然學成是會去註冊Github 然後寫code會去聽到Github的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利用Github呢? 其實利用Github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現在你有網頁對吧? 然後你只要輸入Github.com你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但是大家可能會想要了解是Github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是顧名思義其實Github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作為版本控制的一個延伸的一個網頁服務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版本控制? 小白有聽過什麼是版本控制嗎? 沒有耶! 你沒有聽過版本控制? 不太了解 真的喔?所以你都是那種上課的時候就是大家互相就是蓋作業這樣子 就是上課 欸你完成了是不是? 好請你上傳 然後你完成了是不是上傳 那把貨物作為蓋掉了 這樣? 也沒有啦 就是平常不碰這一塊的 沒有聽過 其實版本控制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因為其實就像玩遊戲一樣 我們需要怎樣?玩遊戲紀錄嗎? 就不然我下次玩我要重玩 這樣不是很累嗎? 那開發或設計都是一樣的 我們也希望說欸我們每次做更新 比如說我今天做的一些設計或是開發 我明天還是怎樣? 還是可以找得到 然後明天還是可以恢復 所以我可以恢復到我想要的紀錄點 那個就是一個版本控制 喔OK 所以是一個更新的概念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版本上面 我可以講做一個版本的切換 然後去找到我所需要的版本 OK 那這件事情呢 在那個工程師的圈子裡面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工具叫做分散式的 這個版本控制軟體 叫做Git 喔 跟這個GitHub是一樣的東西嗎? 沒錯 就是前面的Git 其實就是指的是這個分散式的系統 那其實有機會跟大家聊聊就是 Git這件事情呢 它的這個運作原理喔 就是它基本上它是透過不同的電腦 然後今天我們要做同步的狀況的時候 該怎麼去做同步這件事情 OK 你可以想像喔 比如說小白 你的 你比如說現在我跟你一起再做一個 這個專案好了 那你這邊你有你自己的這個 這個可能 做好的一些功能 那小白那邊也有做好的一些功能 那請問這兩個功能要怎麼把它和平在一起? 如果假設我們沒有討論的話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可能就把我的傳到給你 然後你做完之後傳給我 然後之後有地方修改的話 再傳來傳去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一直傳來傳去 呵呵呵 這個 對 那也不知道誰會蓋誰了 你懂的是嗎? 對 因為你比如說像小白你把你的檔案傳過來好了 那有可能怎樣 我跟你檔案有可能不是 不是站在同一個線上去開發的時候 或是討論的時候 就很容易這樣發生奇異嘛 那我是不是要怎樣 真要先看懂你寫的東西 然後把我的什麼更動這樣 把它更新上去 這樣才不會比如說 我今天就變成全部都是小白學長的程式嘛 或者是小白學長所認為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會一般叫做就是 soft conflict 就是解決衝突 因為人跟人一定會有衝突的 OK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那種 就是一點衝突都沒有要包容的人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爆炸吧 每天都在爆炸 對不對 就是你沒有包容性嘛 你沒有包容性 你就怎樣 人家做什麼事情你就怎樣 你就是reject 永遠都reject 那這樣其實會蠻不開心的 那 但是我們又知道說 好 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需要去包容 然後需要去解決這些人跟人之間對立的衝突 那怎麼樣解決會是好的 所以溝通 以及就是怎麼樣去做一個merge 在工程式的事情 沟通其實就包含了merge這件事情 它是很實際的一個行為 就是說我要怎麼跟小白的code可以合在一起 我們的想法該怎麼樣可以合在一起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通常會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我們會做就是這個code review 然後以及就是開會就討論說 我們這個程式碼代碼上的一些錯誤 或者說哪些地方可能有一個更好的coding style ok 所以回到我們講github真心 其實它就是一個讓我們可以方便的在網路上面去應用到這些git的功能 ok 所以git的功能呢 它是一個就是說我們今天在世界各地都能用 所以它把它取名叫做github 就像是一個這個伺服器中心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程式代碼都放到這裡來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這樣做更多的contribute 所以是會有共編的嗎 如果在github上面 其實也可以做到共編 只是說在github上面要做到共編這件事情其實意義性不大 它可以做到叫做版本上面的編輯跟commit commit意思就是說你今天提交你的程式代碼 就像你今天你寫了一段話然後你要講你要跟就是你的同學講說 我今天我這個簡報更新了一個頁面或者更新一句話 然後我跟你說 ok但是它放上去它不會直接蓋掉這個同學的 它會先放上去之後告訴你說 原來這兩個什麼有一些差異有你的同學有做了更新 你要不要確認 你確認過後呢我才這樣把它合併在一起 它會多了一個一個步驟叫做 就是要就是要問那個你自己這邊的permissions對不對 對但這件事情問permissions這件事情其實不是 不是說他一定會問也不是那麼人性化就是說 欸今天我跟小白一起合作然後我跟他說 這個小白我有更改一個東西然後請你幫我 approve 不會這樣子 在程式代碼的世界這個東西叫difference 就是它會push到github上面之後呢會有兩個dif 就是A版本跟B版本然後告訴你說哪邊的差異 然後你可以去看它不是那麼人性化 可是你要知道有這個流程 那只要是你是跟我同一個repermissions的developer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去看我們所push上去的difference 然後去找到說哪些difference是你要的 哪些difference是你不要的 那是像這樣 所以我們一般把這個過程就叫做co-review co-review 對就跟writing review一樣 ok你做完事情要做review嘛對不對 所以review其實是一個它不可破缺的過程 因為review其實它就代表它是在溝通跟包容的這個區間內 會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嘛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人不可能這樣 就是不去包容別人 或是說不去解決衝突 那這樣的話其實你會很爆炸對不對 什麼事情可能都不順眼 或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可是當你去慢慢去理解對方 或是說你試著帶著一個理解對方的心情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解決什麼很多difference 然後很多衝突 尤其像github這件事情其實是無國界的 小白知道這件事情嗎 對我有發現蠻多就是不同語言的人 就是打在上面 就是有時候滑出去滑我們鱷魚啊 什麼的 喔有鱷魚是不是 有有有有 是來叫動物園的是不是 ZOO裡面還有鱷魚器 這樣子的感覺 對 其實也因為github就是 大家有機會透過網路透過github 來接觸到更多不同的一些狀案 所以你才有機會這樣 才有機會去跟別人做進一步的交流 而這個交流是 他不只是大家 雖然說大家都是用英文嘛 對不對 可是 他不代表說每一個人都是同一個人種 搞不好 像小白對不對 我們是華人嘛 搞不好我們在github上面 可能就遇到一些 這個美國人對不對 像小白很常在看美劇嘛 對美國很有一些憧憬 那搞不好你在上面 你可以直接跟美國人一起合作啊 對不對 對你就可能就是跟他們一起開發狀案 然後就會上到他們常常在bullshit 什麼什麼的這個shit 你說直接加入他們嗎 呃直接加入到他們的repressure裡面 需要他們同意的 呃其實不需要 你只要發一個東西叫做pool request 這個pool request的意思 我們就把它簡稱叫做pr 所以pr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我有一個我的想法 我覺得我看了你的這個提案 你可以想像就是我看了你的提案 我覺得這個提案是什麼 是有些地方我覺得可以更好 然後我就跟比如說 然後你可能小白你這邊有提案 我看完我覺得 欸我覺得有些東西可以調整 那我就跟你講說 我提交了一個pr給你 跟你講說我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哪一行 要改什麼 然後你看到之後 你就可以決定說 你要不要merge這件事情 如果你決定不merge 好那你可以告訴我說 好 為什麼不merge的原因 然後以及告訴我 裡面哪些地方 你可能比如說可以再更好一點啊 或者說哪些東西可能 比較不符合美式的文化 這樣子 我覺得你應該再去看一些 什麼什麼書之類的 那好 那我看到之後我就會做什麼 我就會去說 好那如果我覺得 欸你講的很有道理 我也覺得可以去做編修的話 那我就把它改一改 然後怎樣 再提交一次pr給你 所以在這樣不斷的pr來回過程中 就會完成一個什麼 叫做解決衝突的過程 而且什麼 包容不同的文化差異跟見景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就可以變成是一個 它被什麼 被成功merge的一個程式代碼 或者是一個成功merge的一個企劃 那它就是這樣 它這個這個這個專案它就更好 所以其實在Github世界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讓你去怎樣 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嗯 不同的專案想法 以及什麼 以及去交流的地方 所以才會在Github上面 有所謂的開源社群這件事情 開源社群 對 開源社群 那就是因為小白你平常 可能沒有參加社群的機會 OK 因為社群這件事情 其實不要想的太負擔 它就像學校的社團 OK 小白有參加過社團經驗嗎 對不對 有有有 OK 社團是怎麼存在的 有人主存的 有人說怎麼存在的嗎 對 是怎樣被拉進來的嗎 也沒有 因為興趣 你贏解的 我比較 你確定嗎 我比較偏興趣 所以其實你當初看到的時候 你是那個 你覺得這個東西不錯 然後你就說我要申請加入這樣子 對 那你其實就是屬於比較 就是 可能主動性比較強 就是說你覺得這個東西有興趣 你就加入 可是 社群它其實是一個更自由的地方 OK 社團它可能還有一些 就是 僵固性的信用在於 就是說 可能它地域性會比較 強烈一點 比如說我們都是同一個學校 或是 同一個組織單位 那我們會凝聚成社團 可是社群這個事情 它有可能會參與到 它可能會參與到 就是 不同的地域性的人 OK 以及什麼 以及是 我今天只要認同了 你這個理念跟概念 我就會想要怎樣 去 提交我的意願 OK 而這個意願實際上是不被拘束的 也就是說它是 就是 我今天 並不會違反你的意願 你想要加入我們社群歡迎 OK 但是你必須要符合我們社群的規範 所以開源社群的意義 其實在於 事情是 你有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獨立思考 去思考說 為什麼你想要去加入這個社群 就像剛剛小白一樣很好 就是說從社團開始你會有興趣去做提交 可是提交它一定會有些規範 所以它開源社群的入社問題很難嗎 還是 我會說 就是說 參與社群 而且就是說 在開源社群這個部分 其實不難的 可是重點是 你必須要準身已經具備了某一定程度 對程式代碼的 這個信心 OK 你不會 遇到程式代碼會恐慌 或者是說 會沒有信心去跟別人做互動 如果你會有這樣的狀態 其實你參加社群的時候 你會變得邊緣人 那更不用說 你在線上了 因為線上 線上的邊緣就是什麼 就是 你連你自己邊緣都不知道 這麼慘 對 因為線上你不會遇到任何人嘛 對不對 如果是線下 比如說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那個 假設我們現在在一個場地 然後我們一起就是做一些事情 那今天如果 我進到場地 我沒有跟大家聊得很開花 那就是什麼 就是會很孤單嘛 或者是就是 比較邊緣一點 那你是感受得到的 因為人跟人之間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在 如果在線上的話 你就等於說 你一被邊緣 可是你卻不到一被邊緣 可是你也不會感到難過這樣 對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 天哪 這個感覺蠻妙的 感覺蠻妙對不對 對啊 就是 你不會知道你的狀態 那很多人就會 就會形成一個 就是有水分離的狀態 會晚看社群的人就是一群人 然後不會晚看社群的人 他就是 回來他自己的世界 所以很多工程師的世界 其實就會變成是說 他比較 會專注在他自己的事情上 就變成是很難去交流 但是有另外一部分人 他是很樂意去交流的 對 所以開源社群有他的好文化這樣 OK 那你有什麼 就是 推薦的那些開源社群 比較活躍的嗎 就是比較有寬容性的 比較適合親手的那種 嗯 就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 小白JSPython的社群 應該是一個還不錯 蠻有寬容性的一個社群 那那樣算開源嗎 就是 其實以現在來說 其實開源的社群定義 其實是 他是可以在網路上面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OK 他是可能甚至他不需要提交他的意願 他就可以申請 但是他有可能會被自然淘汰 壓力好大呀 對啊 對啊 這就是一種就是 你就是跟大文一樣 你不 你優勝烈太太 你如果沒有森林 你就沒辦法繼續留著 OK 或是說你會自己離開 很多人其實會自己來離開 會 常常會有人退群 就是 對 會吧 對不對 像什麼LINE的聊天群 如果太大的話 就自動退掉了 對 沒錯 因為你可以想像 你進入那個社群裡面 很多人嘛 那問題是 你很多人的話 那你又 你又參與不了那個話題 或是說你戰爭裡面 你的重要性不是那麼高 或是我們講說 以城市的這個世界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為什麼提交的PR 他都不review 或是說他都不接受 那是不是代表說 第一個 你可能你提的東西 可能不一定是符合他的規範 那也有可能是你提的東西 可能他的 他能夠幫助到這件事情 前進 可能不是那麼的足夠 力道不是那麼足夠 第三個就是 你可能跟這個社群 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influencer 或者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很容易被取代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社群裡面 其實很重要 是要累積你自己 對城市的理解 然後也多聽我們 就是廣播的頻道 小白頻道 對 大家多多支持 對大家可以多聽我們 然後分享一些城市的概覽 那 還有就是說 你也可以透過就是說 你平常就是 怎麼去跟其他社群做互動 那台灣我這邊也分享幾個 比如說像Python台灣 Python台灣它其實也是一個開源社群 只是說Python台灣 它雖然說在線上大家可以加入社團 那它線下其實也有辦一些大型的研討會 有 我有看到他們辦的蠻大的活動 然後也蠻有興趣的 只是我 因為我是新手就擔心說 可能去那邊就是 會感到一點恐慌 你知道 如果太多不確定不會的東西的話 很容易會 如果沒有人知道的話很容易會 你知道想說 我去那邊當炮灰的 哦當炮灰 對啊 當炮灰會害怕還是當邊緣會害怕 都蠻害怕的 都蠻害怕的 大家可能要選邊站 對 因為你當炮灰的話就是 至少你努力過 不然當炮灰好了 對 但如果是我 我會寧願選擇當炮灰 為什麼 因為至少你努力過 對不對 你戰鬥過 沒有遺憾 對 可是 你當邊緣是你自己的選擇 對 所以我們要鼓勵大家 跟我們一樣 就是 勇敢的當炮灰 或者是你可能會成功 對啊 就是 當你分了一博的時候 留下的可能不一定是失敗 可能留下的是什麼 經驗 你的經驗 對 嗯 很正向 很正向的一個podcast 那我們 我們回到剛剛的主題了 就是 如果身為一個新手 我們可以去GitHub上面 拿到一些 就是 比較適合新手的專案嗎 或者是我們應該要怎麼搜尋 比較適合新手的專案 除了去那些開圓的社團 去看看 去摸摸 然後去看一些 大佬的發言之類的 之外 嗯 有沒有比較系統性的 系統性的話 可能不敢保證 因為這種東西 跟大家在 參與一件事情的 動力啊 motivation 然後還有就是 集體的程度有關係 但是呢 可以推薦大家去 GitHub上面去找 它有一個 那個叫做 explorer 對 的一個部分 對 的一個 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探索 現在一些 最新熱門的一些 Repository OK 那在這Repository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關於程式語言 其實大家一開始一定會需要去選一個程式語言的 就像你選外語 OK 對 可能大家現在目前第二外語可能會使用英文 比較多 對 但你其實可以選什麼 明南語嘛 對 如果你是一個很接地氣對不對 就是 或是Hagani 你就是 其實接地氣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國際化已經這樣 跑很久了嘛 喔 所以你現在說的是它會 流回來 那個趨勢會回來 會回來 而且 而且因為AI的關係嘛 所以其實 國際化這件事情 它已經是正在進行事了 OK 而接地氣這件事情 反而是AI可以去幫忙做推動的 為什麼 我可以如果假設我今天要把一個專案帶到另外一個國家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開發一個 比如說叫做字典的功能 OK 字典什麼呢 比如說將這些科技 科技的一些字詞啊 把它的這個字詞做個字典的東西 轉換到不同的語氣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透過借接一些API 比如說Google有Translate的API 那它可以幫你做這些翻譯 不一定精準 但是至少它已經慢慢的在做一些某部分的一些 這個可行性 OK 那以這個內容來說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怎樣 在Github上面 你可以搜尋這個explorer 然後在上面呢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專案 那上面有專案呢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CLI 現在大家聽眾可能還沒有接觸過 那大家也可以在這個Github上面做操作 你可以找到Github CLI 或者是Ruby的API 或者是像是那個Fast API 就是在做一些 這個API的一些處理 讓大家可以更容易存取 類似像這樣的repressure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大家都可以去玩玩看 大家去玩玩看 那透過一些菜 你只要找到 其實我們會說 怎麼開始一個好的project 其實你要先找到就是說 你現在為什麼你要寫程式 喔 所以又回到我們的目的性了 對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初衷 就是你永遠要保持一個初衷的事情 是你為什麼要開始做這件事情 因為有的人可能 沒有辦法去理解這件事情 的意義就在於說 他可能都是被老師推著走 或者是被爸媽推著走 或是被同學推著走 但他從來沒有思考的事情是 為什麼我的老師同學 要一直告訴我要往那個方向走 可是當你今天知道的時候 比如說我寫程式 其實為了什麼 我可能比如說我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對 所以小白就開始有動力了對不對 對 想說 哇 可以幫我審理耶 這樣子 對 你可以審理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動力就很強 對 就會想去研究他到底什麼 對不對 你看你只要把這種寫出來對不對 以後只要交報告 哇 你就打一個指令 對 你看中文 然後怎樣 打一個指令 對 Python Run Chancellate 對 Chancellate Go 那他就會幫你做一個Chancellate OK 所以那我下次怎樣 下次要考試的時候 我就讓一行我就可以準備離開了 對 或者賣同學嘛 大家都做 做起生意來 OK 小白沒有生意頭腦啊 就還可以賣同學 你一定是那種就是 幫大家就是做事情 然後開始收一次50塊這樣子 或者放向蝦皮啦 沒有啦 OK 其實蝦皮也有人在賣這種事情喔 真的假的 對 我有前輩了 對對對 然後像最近很紅的 大家沒有聽過就是 這個有那種自動上字幕的功能 我好像有聽過 就是自動偵測聲音嗎 就是偵測語言 對 沒錯 它可以幫助你 比如說你有一個影片 然後你要上字幕 因為大家都知道字幕 是一個非常煩人的事情 可是它可以透過API 幫你怎樣 自動上字幕 中文 英文 俄文 西文 OK 因為Google有非常多嘛 因為它借機的是Google API 對 所以它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OK 而且是free的時候 哇 然後你可以把它做完包裝好之後呢 拿去賣人家說 幫你剪一部片50塊 那它這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小生意的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網路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可能 為什麼大家會對城市趨勢 除了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 這個這個可能 剛剛提到的這些很應用端的 很生活端的問題 它也可以讓我們更進階的去改變我們 可能 這個 大家 人類在發展上面的一些里程碑 OK 所以像Transtate這些就是很重要的 也因為Transtate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更容易的去跟不同的國家人接觸 OK 所以大家如果要開始的話呢 我可以建議大家可以到Github的Explorer上面去找到這樣的資訊 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出發點 對 你就可以看 就是你可以先定一個目標 然後或者是你 你如果沒有什麼方向的話 也可以說去參考一下別人在做什麼專案 如果你剛好對那個專案很有興趣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樣 你剛好可以應用到那個資訊的話 這樣就剛剛好啊 你就可以直接去發掘一下他怎麼寫這樣子 對啊 小白是不是感到興趣了 有一點 要不要趕快去找一下剛剛那個Transtate API 有一點 可是我在想說 它那個都很大 就是 那些code都很大 就不知道從哪邊看 我覺得 可能會很好你知道嗎 喔 對 沒關係 我們之後 我們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小白學長可能會 教大家說一個code 要從哪邊看比較效果 沒問題 大家如果對這有興趣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後關注我們的這個音頻 音頻節目 那我們這邊後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這一關 那麼 那小白學長那邊還有想要跟大家談的嗎 其實今天Github就是跟大家聊就是 怎麼樣透過Github去參與到開源社群 然後以及你可以怎麼樣開始去找到一些你可能感興趣的一些專案 OK 那當然專案很多啦 所以大家如果想聽的語言 或者比如說像Screen 像Python 像我們在這個音頻節目可能會聊到比較多這一塊相關的 那我們可能之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關於這一塊有些有趣的專案 對我們可以找一些專案來跟大家做一些討論 或者就是可能會帶大家比較興趣的東西來做多一點的深入的討論 這樣子 好 那麼希望今天的針對Github的小分享 對大家會有一點點的注意 OK 好 那麼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很有趣 或者是對你有幫助 千萬不要忘了留言讓我們知道 然後也給我們一點鼓勵 我們這邊也歡迎大家多多跟我們互動 你可以在這底下留言 或者是呢 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麼 感謝大家的收聽 城市超級白今天到這邊有個小段落囉 最後 小白和小白學長預祝你一切順利 然後新手朋友們真的是加油啊 Have a good night See ya See ya